走在這段崎嶇破碎又凹凸不平的上坡 也可以說是下坡的道路上 讓人不禁為開車 特別是騎車載送學生上下課的家長 和學生們捏了一把冷汗 這是要進入中山區德河國小校園時 必須經過這段屬於校區內的上下坡路段 但是因為年久失修加上校園工程重車碾壓的關係 讓這段道路路面變得相當危險 為了學校學生的出入安全 也是應該要幫他們做好 如果不做整體班修 基於安全的一個需要 可能還是是不是能夠做一些局部的一個修補 讓他至少師生家長在上下學的過程當中 能夠比較有一條安全的一個通行的道路 那道路的部分我們再請學校來做詳細評估 至少就是讓學生跟老師上下學的時候能夠做安全 這個部分也是希望就是說我們整個市府會去做協調 來去做協助學校的部分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接獲多位家長反映後 特地邀請學校 里長 市政府教育處 公務處 交通處 以及中山區公所等單位辦理會堪 雖然德河國小預計在民國111年進行老舊校舍改建時 一並整理這段道路 不過張秉均認為兩年內 會發生什麼危險沒有人知道 因此希望市政府教育處在今年度就儘快先修補路面 維護師生以及家長的安全 我覺得學生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們有發生任何意外的可能 所以我會強烈的要求我們教育處 在今年的時候先針對這些比較危險 破損比較嚴重的路段 先去做一個局部的修補 能保障我們所有不管是師生或者是家長的新的安全 讓他們都可以快快樂樂的來上學跟平安安的回家 張秉均表示他個人已經運用一元建議款80萬元 將協助德河國小在放寒假時 先修補部分破損路段 也希望教育處可以儘快籌措經費 修補其他剩餘路面 不要等到民國111年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